我叫杨丽 我今年27岁 我来自安慰棚部 四岁半那年 因为一场意外 我出店 失去了伤病 在医院住了大概一年多 在医院里面 我妈就开始教我 用脚练习 吃饭 喝水 做事 那我 长大了 然后我妈年纪 我妈也变老了 我都想让私主 对我安心 对我放心 就想自己一个人出来 鼓励地奋斗 鼓励地服务 鼓励地生活 就是也想像健全的 鼓励地的人一样 去看看外面这个世界 不再想 我走到哪 我不行 就不一定 我会到哪 我在以后 可以操心 让他们待见 世界很大 我想去看一看 想自己去转一转 我会到哪 Zither Harp 我今年也27岁了 我开始自己试着尝试出来工作 出来生活 出来独自的独立的适应这个社会 我想让我的家人 让我的父母 在他们年纪大的时候 对这个女儿放心 觉得将来也会有一天 他们真的老了 走不动了 我还能够独立的生存 不用为我以后 不用为我以后的生活 耐心 我还是会一尝 我还是会一尝 M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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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